酱母可以先用20克的水溶解 但20克的水要从牛奶的量里147克里减掉 油要用固体油可以用猪油或者是奶油 我比较喜欢用猪油 面团松弛5-10分钟 松弛好的面团给它平均分成100克 每份 把面团揉光滑 尾部要留一个有厚度的球形 尾部要留一个有厚度的球形 要搓出长度来 笼做好以后要卷曲起来 所以它的身体需要一个长度 大概就是这样的形状 这个长度就可以了 把尾巴按压下来 按平 转过头来 我们做龙的头部 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剪出龙的角 用工具按压下来 用工具按压 三条线来 用刀背压 然后剪开就是龙的嘴 这个力量是向上卷的一个力量 把刚才压出的线推到上面来 用工具把龙的鼻孔做出来 把眼窝做出来 砖水 用大小相等的黑豆 切入 按压 做出龙的眼睛 剪出龙的脊背来 剪的线要保持 是在一条线上 不要剪歪 用这个工具把龙的鼻孔做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工具 用勺子的尾部可以做出 铭支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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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关节 然后把龙做好的龙卷曲起来 龙的头部要放平 我们现在给龙做装饰 给龙带上花 按压 粘花的部位要粘水 取一块小小的粉色的面 给龙做上舌头 要粘水固定 好 现在两只龙 两条龙已经发酵好了 很柔软 又有弹性 就可以蒸了 两条龙蒸好了 可爱吗 那你也试着做一做吧 好 呀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